听说俄罗斯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利西昌斯克这个城市 这个俄罗斯军队的话 它能取得邓巴斯战役的胜利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对吧 最近这些天的话 这个普京大帝也在反复的说 就是说 说那个俄罗斯军队的这个目的 从来没有改变过 就是解放邓巴斯地区 就让邓巴斯的那个两个小国家独立嘛 还有一条就是让乌克兰承认 就是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 普京总统他说 他的这个目标从来没改变过 也就是按这个话的话 那这个俄罗斯军队 取得邓巴斯战役胜利过后的话 那就是不再打了 不再打过去了是吧 当然了也有人说说那个普京这是缓兵之计 我刷头条的话 刷到有的自媒体就说 说那个普京总统就是想那个三毛一桶 那个有几个自媒体都这样说 就三毛一桶 三毛一桶就是大毛二毛三毛嘛 就是俄罗斯啊 乌克兰啊 白俄罗斯啊 就是三毛一桶成为一个国家 这个普京总统怎么想我也不知道 假如普京总统真想三毛一桶的话 他其实也是应付这个北约不断东扩的这个威胁 北约你几十个国家你结成一个组织是吧 你们倒是安全了 那别人 别人不安全了 对吧 别人受到你们的威胁了 对吧 你们几十个国家 你们形成一组织 对吧 不就那么个道理吗 你觉得安全了很多 那别的国家觉得不那么安全了 你特别是像俄罗斯的话 他是一个 他一向就是对国家安全啊 他非常敏感的一个国家 对吧 假如普京总统真的想三毛一桶的话 他可能是 就是说咱们三兄弟团结起来 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是吧 才能让就是大家更安全一点 可能是这么个想法 但现在三毛一桶的话 现在不可能了 对吧 这俄罗斯跟乌克兰大打出手 对吧 这打四个多月了 玩命玩四个多月了 你说 还什么三毛一桶啊 正如乌克兰那首歌唱的那样 我们永远不再是兄弟了 对吧 这干嘛打成仇人了 还三毛一桶 对吧 所以说的话 现在俄罗斯军队啊 你表面上看 就是 邓巴斯战役的话 他也胜券在握 但是老实说 这个 如果说 真如 普京总统所说的那样 就是说 他的目标就是 邓巴斯地区的这两小国家独立 或者说 这两个小国家 并入那个俄罗斯联邦 是吧 你就算并入 那也都是麻烦 真的都是麻烦 因为你这个 两端巴斯地区 这两个独立小国家的话 他也不是都是俄罗斯族人 可能大部分的话 还是那个乌克兰族人 对吧 你说这两小国家独立也好 并入俄罗斯也好 那都是麻烦 对吧 而且的话 你说乌克兰 你这个国家里面 以邓巴斯地区 这么两小国家独立的话 对乌克兰人来说的话 那是什么 其次大辱 那乌克兰人可是 战斗民主 跟俄罗斯人一样战斗民主 他们打起仗来 是不死不休的 是吧 就算这战 这战争结束了 那这小规模的冲突 也是没完没了 那多是麻烦 对吧 因为这两小国家里面的话 很多乌克兰族人 对吧 这个离音外合 你这个 都是麻烦 对吧 所以说的话 老实说 俄罗斯现在情况的话 的确不乐观 别看 邓巴斯战约的话 胜券在握 但是 俄罗斯目前的状态的话 不乐观 对吧 因为这个 这个打四个多月 你说把乌克兰 把乌克兰族人打成仇人的话 这个麻烦 老实说 这麻烦大了 对吧 还三毛一捅 他都跟你打成仇人了 还捅个屁啊 是吧 啊 这麻烦大了 也就是说的话 俄罗斯如果有敌人的话 有敌对国家的话 他都不需要亲自跟俄罗斯打 他只要支持乌克兰跟俄罗斯打 你现在乌克兰人 把俄罗斯人当成是仇人了 对吧 这个你打四个多月 大打出手 那肯定这样啊 这像我们中国人的话 为什么那么痛恨热奔鬼子啊 这看了战争都过去多少年了 是吧 为什么那么痛恨热奔鬼子 不就打了十四年仗吗 对吧 大打出手 十四年的话 这个仇恨 对吧 你以为过个几十年就过去了 怎么可能啊 对吧 啊 你看这个乌克兰现在跟俄罗斯的话 对吧 那永远不再是兄弟 他仇人了 对吧 所以说都是麻烦 啊 表面上看起来俄罗斯军队是 好像是那个一路进攻 一路凯旋式的是吧 实际上都是麻烦 说到这里啊 我想说这个北约 北约这组织的就更不应该存在了 对吧 你说你那时候冷战时期出现的是吧 为了对付前苏联 华约是吧 你弄错这么个北约 对吧 前苏联解体了 华约早就没有了 对吧 你还这么个北约 北约还国家越来越多 你 你好意思吗 对吧 啊 你说 应对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还威胁你什么呀 对吧 俄罗斯他现在问自己的问题都 对吧 你看多了乌克兰那么大一筹人的话 这个多少年能处理好啊 对吧 多少年能处理好都不知道了 那北约更没有必要存在了 你存在就是对地球安全的威胁 对吧 你说怎么老是这样 你去逼俄罗斯人对吧 你老是去逼俄罗斯人 那不就是让地球更不安全吗 万一俄罗斯人真用了原子弹呢 那不人类灭绝了吗 你这个北约这个存在是对那个 对这个地球最大的安全威胁 是吧 所以说我建议北约自己减散 这个是有道理的 你没有存在的必要 对吧 俄罗斯今后的话 他跟乌克兰人的这个矛盾 就够他们处理了 可能处理多少年都处理不好 对吧 就是你 你有什么必要存在 自动解散了 对谁都好 就这么个理